大家好 我们再来聊一聊刚刚结束的一场NBA巅峰战胡人对费城76人的比赛 最终呢 费城76人是一分险胜胡人 凭借着哈里斯的2.4秒绝杀拿下胜利 不过本场 说实在话 费城76人打的并不好 最后时刻更是给了胡人机会 而胡人这边也有人打的不好 除了最后沃格尔的暂停布置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外 詹姆斯本人的发挥同样也是很一般 数据层面上我们看到詹姆斯的数据还是很好看 22分 22投12中拿到了34分 6个篮板和6个出攻 可是你要考虑到在比赛最后最关键的时间里 他一分没得 这场球其实打到末节的关键时刻 双方谁赢谁输都不好说 胡人一度落后给对手整整11分 双方当时打到了94比105 可是此时胡人突然开始发起反击的时候 詹姆斯是不在场的 当他们开始反击时 施罗德一个突破一个三分 波普一个关键的三分球 卡鲁索一个强攻 还有一个三分 这三分连拿13分 帮助胡人打出了一波13比0 关键时刻 农眉哥也有一个上篮 这才帮助胡人完成了逆转 而这也就意味着最后五分钟的时间里 詹姆斯一分没得 这对于胡人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情况 也是为什么说 这场失败 詹姆斯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首先 其实到最后的五分钟 当费城领先对手两位数时 詹姆斯甚至都有可能上不了了 连本场比赛的解说员都说 看一看 胡人如果就继续这么打下去 詹姆斯还有没有必要上呢 不好说了 可是关键时刻 施罗德这个本场饱受诟病的球员突然站出来 连中两球拿下五分 让胡人看到了一线生机 詹姆斯才决定回来的 按理说 此时他的休息时间是够的 还剩四分钟球队的老大归来 分差只剩个位数 之前的十一分差距已经被抹平 追到了只剩六分 詹姆斯是应该开始准备带队逆转了 但是不得不说 他回归之后的效果很一般 他自己的突破冲击内线没有任何机会 而在还剩一分钟关键性的一次突破当中 他是一个小打大单挑对面的恩比德 结果他已经明显失去了之前的速度和爆发力 冲到内线 大地就一直紧跟着他 一个中锋紧紧的盯住了这个胡人的小先锋 并且没有给他任何传球的空间 无奈之下 詹姆斯夹缝中选择把球传给了波普 也就是当时波普的这个三分球进了 胡人追到了103比104 但是如果说这球没进的话 那么胡人恐怕就已经输了 所以其实这个球还是非常危险的 当时确实是这个球打成了 可是能够看到詹姆斯的这次选择还是很尴尬 而除此之外 他就没有任何的关键时刻的表现了 这场比赛不得不说 在第四季最需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 胡人追分的是三个后卫 投关键球的是农梅哥 农梅哥在最后的20秒 出手了胡人最重要的两次投篮 一次是单挑恩比德的一个单手抛投 把比分完成了反超 11秒胡人反超一分 还有就是2.4秒 胡人后场发球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上去接这个球 投这个绝杀 农梅哥是自高奋勇去接这个锅 于是他后场运球运到了中线附近 在右往前迈了一步 顶着恩比德的防守投了个三分 虽然说投了个三不瞻 但是他也是去敢于承担这个责任了 最后的两次出手是农梅投的 而之前胡人追分的全部得分来自于胡人的三个后卫 一人一个三分球 在此期间 詹姆斯没有给出任何的贡献 他在第四节的低迷 可以说也是导致胡人被逆转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一场他刚拿了46分 手感非常好 但是这一场的关键时刻却并没有站出来 尤其是本场比赛 詹姆斯半场就22分的情况下 所有人都期待他能够完成又一个40架 并且关键时刻拯救胡人 但是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可以说某种程度上 他的低迷表现导致了胡人的失礼 更不要说在第四节中断的时候 詹姆斯曾经出现过罚球两罚不中的情况 导致胡人的追分势头直接被中断了 所以可以说这个胡人老大 也应当为这场球队的失败负很大的责任 某种程度上 如果不是他在第四节的低迷 可能胡人也不至于最终这场比赛打成这个样子 詹姆斯现在必须调整状态 下一场打活赛他应该反弹了